人力资源部部长南都斯里里查列今天和柬埔寨劳工与职业培训部长一森星双边会谈后宣布 六大工作领域的柬埔寨外劳必须在抵达我国之前 在柬埔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 而人力资源部也会委派六名技术提升单位官员到柬埔寨培训当地的培训员 李查列透露首批柬埔寨劳工预计将在六月一号抵达我国 至于我国会引进多少位外劳这还是个未知数 另外我国政府也要求柬埔寨政府重新检讨该国与大马外国女佣代理商协会 和柬埔寨劳动与职业部签署的合作协议 李查列表示这项协议并没有经过我国政府 就连人力资源部的秘书长也违背知会 对此他希望柬埔寨政府能做出解释 MTV7综合报道